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Java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大家看看 变量的类型 Java给咱提供了很多的变量 对不对 今天咱们就来看看它们的类型啊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啊 两个 第一 变量的定义 在Java中如何定义变量呢 第二 变量的类型 咱们能定义什么类型的变量呢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知识点啊 下面这儿有一个参考网页 这个呢 是Java 或者说是Oracle的官网啊 在这里面呢 它写出了Java的规范 咱们先看一下这个网页的内容啊 这是我的官网啊 好 咱们进一下 够 大家请看 呃 这就是Java给咱们提供的一些原始类型 byte short int 长 辅点 双十 布尔 差 差不是字符形 差是字 呃 字符形 不是字符串 它是字符形 然后边呢 包括这个数组 操作服务等等等等 写的很详细 这是Java的规范 有兴趣朋友可以读一下这个网页啊 但是我估计啊 呃 没有人愿意读 为什么 因为很枯燥嘛 而且全是英文的 反正我是不 我是没读啊 基本的操作呢 您就看我的视频 您就应该能够会 基本的编码呢 也是应该没有问题 我可以保证啊 好 那咱吹完之后咱 咱看今天的实战演习啊 吹了半天刚才啊 呃 今天内容非常简单 就是这么一个man的class 我这里面干什么 其实很简单 就是给您定义了各种各样类型 咱们看一下啊 首先说 定义了一个私有静态字符形 version 版本号 一般呢 咱们这个起版本号都是起1.0开始嘛 这1.0.0 而且呢 大注意看 我这是一个static 静态变量 静态变量什么意思 大家还记得吗 对 就是这个对象 不用实力化就能够使用的变量 叫做静态变量 静态方法也是一样啊 好 接下来咱们再做一个普通级别的实力变量 citrant类型 然后是mstar 我写个什么hello 这个字符形 而且呢 是一个实力变量 它不是静态的 换句话说 我不如果不实力化这个man类的话 我是没法使用到这amstrant的 一会咱们会看到代码啊 哦 接下来这是咱们的主入口函数 没说的啊 公有静态man 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的进入到咱们程序的内容当中 所以说呢 这个地方是固定写法 咱们大家就记住就可以啊 后面这个man的参数是什么意思 有朋友知道吗 哎 对 它是这个程序启动时命令行传进来的参数 不过今天咱们几乎使用不到它啊 以后的话 如果说您要是做这个批处理文件的话 可能会用到 但是我是推荐啊 如果您要是用这个Java做批处理文件的话 最好套某些框架 而不要直接用man类型的写法啊 为什么 因为在解析这个参数的时候 有很多的注意事项 呃 今后有机会再给您讲吧 好 咱们先把它看代码啊 哎 大家请看 我声明了个anti型 ABC 可以这么写吧 还可以这么写 我声明 还有anti啊 同时呢 对这三个变量进行初始化 我三个ABC没初始化怎么办 哎 大家注意看 我定义了这一行 anti ABC 我没初始化怎么办 它是什么值 我这个是初始化了 10 20 30 没问题 这哥仨怎么办 好 咱们再回到刚才的页面啊 大家注意看 这个地方 呃 数据类型及默认值 换句话说 在咱们声明它的时候 如果咱们没有指定默认值 他就给它附上这些默认值啊 所以说看官网是有好处的一 咱们还定一个byte byte什么 字节类型 什么叫字节 一个字节几位 八位 换句话说 这个g啊 就是八位类型啊 八位最大数到127 对吧 哎 所以我这给个99啊 没爆炮对吧 好 咱们再看啊 我这还定一个strain型 然后呢 呃 名字叫做strain 内容是口骂video小码视频 没有问题 接下来定一个double double什么 双字节 双辅点啊 比如是pi 这pi的数很高嘛 有pi不好 好像咱们国内有的小孩 都能寄到pi之下一千位 是吧 这种教育的话 我是极力不推荐啊 寄个七八位就差不多了 进不长没用啊 好 咱们再把它看啊 再定一个差 字符串 所以这里面呢 只能是一个 这不是字符串 我刚才说错了 字符 它只能是一个字符 不能是多个 接下来呢 咱们分别输出 刚刚定义的这些个变量 这是今天咱们的 非常简单的代码啊 咱们马上运行 看一下效果 我把它拷贝一下 首先先拷贝 模板级变量的部分 咱们拷过来之后 一边运行 再一边讲解啊 然后如果说 没有用过Intellity的朋友 极力推荐您使用啊 虽然我跟Intellity公司 没什么关系啊 但是 确实是我感觉 比Eglives 还是稍微的轻快一些 轻快一点点 不是很多啊 好 咱们先运行代码啊 然后咱们再看例子 大家请看 这报了一个错啊 我单词拼错了 为什么 因为我这hello 我经常喜欢写一个R 不喜欢写两R啊 好 运行啊 够 其实hello写一个R 我觉得足够了 咱们看啊 是个数据结果引出来 第一行输出咱们的版本号 Version 1.0.0 没有问题 第二个呢 输出咱们的MyStream 注意 MyStream它可不是静态变量 所以说呢 大家注意看 注意看我这个特殊的 非常讲究的写法啊 我拗了一个Man 什么意思 我的类叫什么 叫Man嘛 对不对 所以说我在这 必须要拗一下 我自己这个类 然后才能点这个Stream 才能够使用它 否则的话编译报错嘛 为什么 我这个Man方法是静态的 它只能掩用静态的Version 在这个地方 没问题 但是它能掩用实力变量吗 不行嘛 我不拗的话 是没法掩用实力变量的 对不对 记住啊 接下来 咱们还要声明一个Pi 就这个Pi嘛 3.14U92653 这么654 对 应该是3.14U9263579 什么的 反正记不住啊 记那些也没用 好 那比如说咱们挑战一下 挑战什么 比如说 我这是个XR对吧 咱们把这XR先输出一下 看看能不能输出 DR 大家注意看 多方便 这个 稍等 Intellity XR 然后呢 我把这个XR给它写上 咱们是要打CHR 好运行 看一下结果 Z嘛 对吧 我刚跟您说了 XR是一个字符 现在我如果变成两个字符 X 大家请看 怎么着了 报错了 对不对 好 再比如说 我给个双字节 比如说给一个R 行吗 是这样 因为我是日本系统 所以我只能给R 按理说应该是给一个汉字 效果一样 运行 够 大家请看 一个R双字节 它却认 我刚才写ZX却不认 那我再来个E 比如说 大家请看 它就不认了 换句话说 它其实这个XR 它现在已经变成unicode了 它不是以这个字节数来计算 它呢 是以字符数来计算 所以这地方 no how 请您注意 接下来我看 我来挑战一下这个G 咱们再输出个G 稍等 我输出G 什么 这个G 这样输出 应该就可以 大家注意看 这个G99 首先是我刚才 tostrain一下 后来一看 它不用tostrain 咱们输出个99 那么好 我刚跟您说了 这是byte 是字符型 最大是127 对不对 我这输出 如果输出128 怎么样 它会怎么样 报错 对不对 我输出256 255 大家请看 这就是Java的好处 咱们运行一下 它在编译时 就给它报错 为什么 首先说 咱们这行代码 现在泛红 是这个integi 给它提计功能 咱们如果不用integi 咱们不知道这个地方 会报错 对不对 但 咱们只有在运行编译时 Java会给咱们报错 这个时候我推荐您用integi的好处 它会自动判断 你这是byte行 你就不能超过127 对不对 其实它应该是在编译时报错 而不是说在运行时报错 这个是Java给咱们提供的功能 当然 我极力推荐您用integi 为什么 因为它还没在编译时 它在编码时就报错了 所以说 再次推荐 再次推荐 我有点生产广告了 其实这个integi 我也很矛盾 为什么呢 它是一个收费的IDE 其实我到今天为止 我用各种语言做编程的话 我从来就没有用到过收费的IDE 当然微软系除外 微软系的ViuStudio是收费系 但是那都是公司给买 对不对 我个人的话 真的从来没用过 我其实挺反对收费IDE的 但是用了integi的话 感觉还不错 因为我身边的朋友 他用integi的话 用Luby的特别多 所以他们都是购买 这个integi的Luby版 其实叫做LubyMand 其实感觉还是不错 不过那是后话了 咱们这个车员了 今天就是给您讲解了 如何声明变量 和如何定义变量 不知道您听没有 应该是非常简单 今天在咱们知识点 好 今天的知识 今天直接代码 我会放到开源中国的服务器 今天的视频 我会放到YouTube和优酷 供您观看 推荐您使用YouTube的高兴观看 好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 分享到这里吧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